千古良辅 张良 第一集 张良 生年不详 足于公元前156年 自自房 传为成父 也就是今天安徽 博县东南人 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国武士之相 勤灭韩后 他图谋恢复韩国 使刺客刺杀秦始皇魏仲 逃至夏批时 与黄石宫得太公兵法 秦末奴民战争中 聚众归流邦 不久游说项良 立韩贵族成为韩王 任韩司徒 后韩王成为项羽所杀 赴归流邦为其重要的谋士 楚汉战争期间 提出不利六国后代 连接鹰部 彭越 重用韩信 追击项羽等主张 均为流邦所采纳 汉朝建立 封为刘侯 张良运筹策左高祖 平天下 与萧和韩信一起 共为汉出三节 是明阳千古的梁府 韩国位于中原 介于魏秦楚诸国之间 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春秋末期 自韩为赵氏三家分镜之后 韩作为独立的封建国家 列于战国七雄之中 张良的先辈曾武士向韩 祖父开帝 辅朝侯宣慧王 相哀王 傅平向西王 道慧王 不过张良时代 韩已逐渐地衰弱 终于在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被秦王正派内史腾一举解灭 将其置为尹川郡 韩国的灭亡 使张良失去了成绩赋业的机会 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 使他像许多贵族遗少一样 心中充满着仇恨的烈火 那时张良年少尚未出世 其家有同仆三百余人 仍不实为士族 张良身怀国王家败之悲愤 递死而不葬 稀散家财 访求刺客 终于访得以利士 并制衣铁锤一百二十斤 趁始皇东游 也就是在公元前二百一十八年之际 埋伏于杨武勃浪沙 也就是今天河南原仰一带 进行狙击 结果物重覆车而未果 为此秦王正愤然大锁天下 张良只得更名改姓流落下辟 也就是如今的江苏虽宁北 诚然这次张良以匹夫之力 而逞于一居之间 未免显得莽撞梦朗 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落魄贵族的心态 还是可以理解的 刺杀秦王的失败 是他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序剧 张良隐匿于下坯 一日到以水匹桥上去散步 寓意穿着短袍的老翁 进前故意就把鞋摔到了桥下 然后他傲慢的差使张良说 小子下去给把鞋给我捡上来 张良愕然 不尽拔拳想要打他 但碍于长者之孤不忍下手 只好违心的下去举鞋 老人又命挤给穿上 宝京沧桑 心怀大志的张良 对此带有侮辱性的举动 居然强忍不满 息跪于前 小心翼翼的帮老人穿好了鞋 老人非但不屑 反而仰面长笑而去 张良待事良久 老人又折返回来 赞叹说 如此可叫也 虽约起五天后凌晨 再次再次相会 张良迷惑不解 但反应仍然相当迅捷 跪地应诺 五天后鸡鸣之时 张良便急匆匆赶到了桥上 不料老人已经先到了 并斥责他说 你为什么要迟到 再过五天早点来 第三次 张良半夜就去桥上等候了 他的真诚和言人 博得了老人的赞赏 这才送给他一本书说 读此书则可为王者诗 十年后天下大乱 你用此书兴邦立国 十三年后再来见我 我是纪北古城山下的黄石工 说吧 扬长而去 张良惊喜一场 天亮看书乃是太空兵法 从此张良日夜送读 刻苦钻研兵法 扶兵天下大事 终于成为一个身名韬律 文武兼备 足智多谋的智囊 很明显 《皮上寿书》是带有戏剧性色彩的传说 他试图说明张良之所以聪慧过人 是因为有神兽的恩援 然而这个传说 也反映了人民对张良的崇拜 宋人苏氏评论此事时说 族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把这种尊老忍耐的涵养 加之于张良 也可以看作他的才智 得到了人们的传颂和缅怀的使证 千古良府张良第二集 公元前210年 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 一代杰出帝王秦舍皇 在初旬期间病死于沙丘的平台 也就是今天河北平乡广宗一带 二世胡亥与赵高勾结 切未登基 秦之急刑科法 横征暴敛 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终于20元年7月 爆发了陈胜吴广为首的 大规模农民起义 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 把张良也裹挟而入 9月 向良 向宇和刘邦 起兵响应陈胜 张良也聚众百余 扯其反秦 秦22年正月 也就是公元前208年 离下批百里余地的刘县 也就是今天江苏 佩县的东南 驻扎一支秦家的队伍 立楚国后裔 景居为王 景居 是处之 景 昭 区 三家 大姓之一 张良起事后 自敢 深丹事故 难以立足 只好率众 投靠楚王 景居 不料 途中 与佩公刘邦相遇 刘邦 原为佩县亭长 早有雄心大志 在咸阳观望 始皇出游时 便被其壮观气魄 所陶醉了 情不自禁地 仰慕赞叹 大丈夫 就应当这样啊 大则乡暴动后 刘邦 在家乡积极响应 统帅千人 略地下批 两人出狱 一见倾心 遂拜张良为旧将 也就是管理军马的将官 张良 书以太公兵法 尽说刘邦 刘邦 每每心领神会 多用其策 张良 微然感叹道 配功 乃是 天授之英主啊 天成其聪 从此 君臣相得 如鱼得水 一个 从见如流 豁然大度 一个天纵智慧 神机妙算 这一次不期而遇 张良 转舵随英主 反映了他在 纷纭复杂的形式中 头脑比较清醒 眼光 也比较独到 公元前208年 陈生吴广 相继被害 这时 适时为处像的 相氏书直 率八千 所谓关中豪杰的 关中兵启士 已经发展成为 六七万人 并拥立了 楚怀王之孙 雄心为王 及各路义军首领 于薛成 也就是 在今天 山东腾县 东南 共同商讨 商讨大事 张良不忘 复兴韩国 文讯 就赶至了薛成 趁机 游说向良 韩王后代 成 最为贤明 即以 立楚之后人为王 韩英 立韩之后人为王 与楚 互为生缘 早在下辟之际 张相之间 便有旧仪 因而向良 异口英成 韩王 成 遂败张良 为司徒 也就是 相当于 丞相之要职 张良 富含的政治目的 终于达到了 富家的政治夙愿 也得以实现 因而 竭尽全力 扶植韩王成 徽师收复韩帝 游兵于 颖川附近 时而 攻下树成 时而又为 秦军所败 形势 并不理想 后韩王成 忠阴 无地 无兵 不得已 而听令于 刘邦 而此时 刘邦奔袭 陈柳 也就是 开封东南 截获了 大量的良响 又转攻 开封 北曲 白马 也就是 今天 河南的 华县 转战 黄河两岸 激动灵活地 打出了一派 较好的形势 秦二世 二年末 楚怀王 命刘邦项羽 分兵伐秦 并且约定 谁先入关 进咸阳 谁便可以 立而为王 刘邦 取道影川南阳 你从武关 入关中 一年四月 刘邦 受阻于洛阳 转而南下 抵还原山 也就是今天 河南艳师的东南 与张良 和兵一处 接连 就攻下了 原寒地城池 十余座 遂令 韩王城 留守寒都 阳宅 也就是今天 河南的羽县 自己 则率着张良 向咸阳进军 六月 西晋大军 破南阳 越拂牛山 逼南阳太守 退守到晚城 也就是今天 河南的南阳 刘邦入关心切 于绕道而行之 张良 声感不妥 配供刘邦 兵威将寡 直入秦京击 与其近旅决战 岂非以卵击石 晚城 细秦重要的据点 如果刘邦 借取南阳之威 强军攻之 垂手可拔 而绕道越之 正犯了兵家的大忌 前有强秦的阻挡 后有挽敌的追杀 弄不好 将会是全军覆没 于是张良 精辟地向刘邦 分析了此种局势 并为其谋划公晚之计 刘邦果断地采纳了张良之策 连夜 掩其西谷 秘密返还 逼于黎明前 将晚城之三扎 以攻心之术 招抚南阳太守 赦免了全城的立民 兵不血刃地 轻取晚城 南阳 系秦之大军 民众富足 此局不仅解除了 西晋的后顾之忧 还获得了大量的补给 扩兵两万余众 接着 承胜顺利地拿下 关中的门户 武官 浩浩荡荡地 开进了秦朝的腹地 此间 项羽正在大战巨路 向秦军主力张寒 在南北两线失地的情况下 秦的内部矛盾激化了 秦相赵高 索性杀死了胡亥 令立子英为王 并前时与刘邦 御图 分割关中 张良再次献策 刘邦不准秦祥 依然是灰灰西进 九月抵姚关 也就是今天陕西 南阳的东南 姚关为古代南阳 与关中的交通要碍 一守南宫 为恶守咸阳的东南大门 失地来兵家必争之地 秦派了重兵去把守 十分的精锐 而刘邦只是两万之重 如果不能顺利地拿下此地 项羽大军有可能先入关中 刘邦心急如焚 欲强取之 而张良以为 秦兵是强 不可轻举妄动 否则 不仅因决战 而消耗了实力 而且拖延了入关的时间 张良经过调查 知姚关守将乃屠夫之子 商人出身 毕号小利 虽向刘邦提出秩取之策 说 主公啊 暂按兵不动 派人预备五万人的用具 刘为总公 再在姚山的四周山上 多张旗号 一为一兵 祸乱敌心 同时 派历时起义 携重金 贿赂 守官秦将 则必有佳音 果然 秦军见后面被围声 是浩大 人兴皇聚 守将贪恋钱财 情愿倒阁 并约义军联合西席咸阳 刘邦文讯大喜 正考虑联合进兵之势 张良冷静地分析说 此乃秦将贪力之轻诺 恐怕士卒未必服从啊 不如借此混乱之机 一举就消灭它 刘邦从见 引兵过摇关 穿碧山破蓝田 因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 只连战告捷 西进大军就直逼罢上 也就是今天 陕西西安城东 兵寇咸阳 汉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206年10月 咸阳城外 指道庭 秦王子英 白马送车 持玉玺服输 开城出乡 秦岁王 在张良的辅佐下 刘邦不足一年 长驱直入夺取关中 在开创汉世天下的大业中 张良 功继赫赫 其谋略之英明 远波四方 千古梁府 张良 第三集 出入秦宫 无数金银财宝 满目金碧辉煌 使许多人 忘乎所以 连刘邦这样 杰出的政治家 也异于 刘肃秦宫 贪恋公事 沉溺美色 对此 一些贤达之士 是焦急如焚 土狗出身的武将房块 冒死 范延强健 指使刘邦 要做傅家翁 然而 这种方法 简单的规旋 毫无成效 在这关键时刻 又是张良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提醒刘邦 秦之所以灭亡 在于逆行无道啊 金沛公大业未经 权位不定 岂能贪图一时的安乐 张良深知 于是刘邦放弃声色拳马 幡然醒目 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促其心动 因而 他没有采取 凡快 范延直见的办法 而是心平气和 软中有硬 完全巧妙地为刘邦 分析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提出 躺欲为天下粗残去报 见大功 立大业 成帝王之士 理应不宜素食 理经图治的道理 并劝说刘邦 听从方块的进见 指出 忠言逆耳 理于行 良药苦口 理于病 作为一个高明的策略家 除了需要具备超人的智慧 在见证最高掌权者的时候 还应讲究 见劝的语言艺术 张良紧紧抓住了刘邦的心里 话也说得意为对方接受 而且深刻 刘邦 果然愉快地接受了 这卓有远见的规劝 下令 封存 府库公保 还军霸上 整治军队 刘邦为了笼络人心 张良建议 召集当地父老豪杰 并与之 约法三章 杀人则死 伤人即到底罪 并通告四方 立即就废除暴秦的一切 严刑科法 保护投降的秦王子英 朱丽人等 还派人与秦丽 一起到处小遇此意 博得秦民的拥戴 争相恐后 用牛羊九十来慰劳汉军 唯恐刘邦 不为秦帝之王 洪门宴是中国历史上 一段筷子人口的 斗智斗勇的佳话 张良在这次 生死攸关的斗争中 以其大智大勇 既巧妙地帮助刘邦 安全地突离虎口 又是向于内部 埋下了君臣相细的货根 充分显示了张良 临机应变 妙计全勇的策略家的 惊人智慧 秦王这号天下权力如何分配 必然引起几支反秦义军的争端 由其实力强大的刘相 当初楚怀王曾对二人有约 贤肉关中者王之 并在划分路线时 有意识偏袒刘邦 让其去一走之南路 而是向于独挡其南去北路 后来果然刘邦先入关 但其军力战功远不及向于 拘禄之意后 向于军为大振 扩兵四十万 号称百万 而刘邦只是拥兵十万 号称二十万 向行之下实力悬殊 轮将才 向于 跋山举顶 叱咤风云 威武难党 其挥下能人 勇士云集 如骁勇山战的鹰部 智律超群的范僧 陈平等等 而刘邦虽然宽宏大度 知人善任 但在敌强我弱之际 终不能立即倒准乾坤 一改烈士 只能是慢慢地积蓄力量 在这关键而敏感之际 刘邦又勿用下策 派兵恶手入关的要塞 因而使刘相的矛盾 更是趋于表面化 白热化 汉元年十一月 刘邦的部下曹无商 密告项羽说 佩王 欲亡关中了 项羽兵至寒谷关 见刘邦守军慎怒 遂命英部强攻取之 并接连拿下了新丰 鸿门 也就是陕西 临同东北 与刘邦决一死战 项羽的叔父项伯 曾经杀人 随着张良一级隐匿 二人甚有交情 项伯不忍张良死于兵刃 虽连夜丹旗 持入了汉营 撕见了张良 劝其肃离 但是张良表示 佩公有难 离去不易 并将这一紧急情况 就告知了刘邦 刘邦大折一惊 盲问对策 张良说 大王 估计自己能够抵挡住 项王的进攻吗 刘邦沉思良久 表示不能 于是张良向刘邦 就进献了一个能屈能伸 变尽为退的策略 他让刘邦 腰剑项伯 并结意联姻 表白自己不敢称王的心计 恳请项伯 带向项王 澄清误会 这个建议 对于处于 烈士中的刘邦 保存实力 防止强大的项羽突然袭击 有着重大的意义 作为谋略家的张良 能够知己知彼 审时夺势 并在危机中筹划友方 层次井然 却是非常人可比 项伯是项羽的叔父 也是项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在刘邦张良的拉拢下 他果然就答应 劝阻项羽 并提议刘邦 面谢楚王 项伯回应后 面臣项羽是百般的疏通 极力的主张 应该善待佩公 使原意剑靶奴张的局势 有所缓解 但项羽虽然表面答应 暗中却与范僧策划酒宴上 刺杀刘邦的阴谋 于是一场刀光剑影的 鸿门斗志 开场了 刘邦赴宴 如同虎口做客 去之危险 不去又是不行 前控为难 张良知己知彼 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 决心展开一场心理战 以谨慎而灵活地 保护佩公的安全 一日 刘邦只是携带了文臣张良 武将房块 以及百余从齐来到了处营 一见面 刘邦张良便千方百计 委婉地从道义上压倒对方 刘邦策略地 回顾了楚汉联盟的历史 有礼有节地 表明入关并无非分之想 倒是项王有违约之嫌 进而刘邦又以退为进 揭露小人的谗言 造成彼此的误会 话中有刺软中带硬 使项羽理屈此群无言以对 只好露出了敌运 把曹无商抛出来做替罪羊 这样刘相交锋的第一回合 刘邦便占据了主动 酒宴上范增屡次以目示意 又再三举起欲绝 暗喻项羽速杀刘邦 但是项羽犹豫不决 不愿贸然行事 只是漠然不应 计谋多端的范增 只好从帐外召来了勇士项庄 以武剑助姓为名 伺机击杀佩弓 项博看出了破绽 拔剑队伍 用身体遮掩 使项庄是难以下手 由于事前争取了项博 使第二回合又是化险为夷 燃眉之中 张良托辞不出帐外 命房块速去保驾 房块如打掌 拥顿杖剑 牧师项羽怒发冲冠 大有一夫永当万夫之事 项羽骇然 只好以酒相位 房块利而饮之 再劝再饮 并借酒发挥 面持项羽说 当年秦王有虎狼之心 肆意刑煞利民 只是天下接盼 怀王与诸将曾经立跃为 破秦先辜入咸阳者为王 如今配公先入咸阳 毫毛不取 封闭了宫市 还军霸上 一代大王的到来 所以派军守官 只是戒备不测 如此劳苦功高 不但未受任何的封赏 您反听信流言肥语 欲诸有功之人 这不是走王秦的老路吗 房块义正词言 大意凛然 使项羽是瞠目结舌 无言以对 从心理上 又输给了对方 房块以武将的身份 正好扮演了如此 粗犷的角色 把别人不好说的话 就都讲了出来 命中了项羽的要害 这第三回合的斗志 文臣武将 默切配合 转手为功 改变了刘邦的劣势 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接着刘邦 以入侧为借口 留下了车骑 在房块等四将的卫护下 轻骑减从 经离山 过止阳抄近路 秘密就返回了坝上 而深陷龙潭虎穴的张良 估计刘邦 已经回到了军中 才重返帐内 慈谢道 裴公 因不胜九利已经醉了 不能亲自慈谢大王 先背下白臂玉斗 各一双 献给大王和范将军 项羽忙问 刘邦哪里去了 张良回答说 已还军中 项羽无可奈何 只好收下了宝物 不了了之 范曾是气得把玉斗 就摔到了地上 拔剑 急得粉碎 愤怒地说 夺项王天下的人 一定是佩公 在张良的谋划下 刘相 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终以项 范 枉费心机 功败锤城 而结束了 千古良府 张良 第四集 鸿门宴后 项羽恼羞成怒 凶残毕露 纵君就入京 大肆烧杀 项羽一炬火 离山三月红 汉元年正月 项羽 世强凌弱 赐封西楚霸王 定都蓬城 也就是今天 江苏徐州 统霞九郡 并济宫割地 令封二十人为侯王 刘邦被封为汉王 分辖八蜀两地 张良 难忘旧情 欲返杨卓 再是汉王城 刘邦刺金白衣 朱梁斗 而张良 将这些重金 全部转给了项伯 请他在项羽的面前 多多美言 再为汉王 加封汉中之地 汉中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交通发达 市民众盛 在项伯的说服下 项羽又把汉中 加封给了刘邦 这样汉王将秦陵以南三郡 连成一体 定督南政 也就是今天 陕西南政东北 形成了独立之势 汉中 一手难攻 张良此举 对于当时军力 尚不足以称霸的刘邦来说 退守此地 养精蓄锐 再图大业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月 各路诸侯霸兵救国 张良吸送汉王 直至宝谷 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宝城 此处群山环抱 峭壁险峻 只有战道 凌空高悬 已渡行人 分手时 张良再为刘邦 出谋划策 建议他烧回战道 这样 既可以防止敌兵 进犯汉中 以便乘机 休养生息 副国强兵等待时机 再展宏图 又可以稳住项羽 表明汉王 无意复东 刘邦 一一而行 委托张良返回时 沿路就烧掉了战道 将千里战道 焚为灰烬 张良此计 用心良苦 他为刘邦的巩固发展 和日后东进 取得了重要保证 果然 刘邦入汉中后 历经图治 积极休整 四个月后 即同年八月 用大将韩信之谋 辟开拥王张寒的正面防御 暗渡陈仓 故道 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宝基 从侧面出其不意地 打败了拥王张寒 赛王司马新 翟王董毅 从而平定三秦 夺取了关中宝地 这明梢暗渡之际 张良 韩信携手 连珠碧盒 成为历史上的 一段佳话 项羽文报 怒不可遏 决定率兵反击 张良再次用计 计输 迷惑项羽说 汉王出兵 是为了取得汉中 如实现楚怀王的约定 绝不东进 同时警告项羽说 齐国 欲与昭国 联兵灭蜀 大敌当前 灭顶之灾 不可不防啊 此时 项羽既想攻旗 又想平汉 举其不定 看了张良的心后 他以为最大的威胁 是正欲反叛的 齐王田荣 而刘邦并没有什么危险 因而无意息故 而发兵北宫 与毫无生气的腐朽势力 田荣大战 去夺取三秦之地 张良利用储君 东西受敌 故此时比的弱点 把项羽的注意力 引向了东方 从而放松了 对关中的防范 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 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 项羽彭成 杀死了 韩王城 使张良 向韩的幻梦 彻底的破灭了 明 李志 曾评论此事说 为汉 屈一好军师 项羽杀 韩王城 客观上 帮了刘邦的大忙 东十月 张良 逃出彭城 躲过了储君的追查 终于又回到了刘邦的身边 收封为 承信侯 朝夕相随 汉王的左右 汉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 205年春 刘邦接连收服五个诸侯 并呈项羽 攻打田荣之机 率兵五十六万 浩浩荡荡 东进伐储 然而 汉王却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攻占彭城后 忘乎所以 日治九高会 结果给项羽造成回军解救之机 项羽亲帅三万精兵 从小路赶回 向汉军发动了突然的袭击 刘邦数十万刚俘虏和组合的乌合之众 难以协调指挥 连两响都筹备不起 所以一惊接战 便几乎是全军覆没 甚至连自己的老妇 妻子 儿女 都被处兵俘获 冲作了人质 许多的诸侯 又纷纷盼汉降楚 刘邦只带了张良等几十人脱身 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的挫折 当时 刘邦的骑兄 吕泽屯兵下意 也就是今天 安徽的阳山县东 刘邦狼狈的逃到这里 在此兵败威王之际 又是张良 深谋远虑 将心独运 在全面分析总结了 蓬城之战失败的教训后 为刘邦 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 联兵破楚的绝招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下意之谋 所谓下意之谋 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争取鹰部 瓦解相识集团 二是联络彭越 加强反楚的力量 三是委托韩信 已成大事 他建议汉王说 坚知此三人 则楚可破也 这是张良正确分析 当时敌我有三方形势后 而做出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谋略 九江王英部 是一员肖将 原为离山行徒 归从项羽后 曾坑杀秦族二十万 并杀异地于江中 英部与项羽有戏 项羽攻打田荣时 争调英部去支援 他借口有病 只派了几千人马去应付 蓬城之战 项羽令其相助 他又是按兵不动 项羽对他是颇有怨恨 多次派了使者 择之以罪 对于项羽之间的矛盾 张良洞察秋毫 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矛盾 以为我用 于是他建议汉王刘邦 派了蛇变之臣 前往游说英部策反 项羽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但没有安抚拉拢 用于稳定处于矛盾状态之中的英部 而且派人杀死了英部之妻 这就是英部从项羽集团中 彻底就分化出来了 倒向了汉王 成为汉军法储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彭越曾经帮助过汉王 攻打昌义的秦军 二人有一段昔日的旧仪 项羽分封诸侯时 彭越没有得到封地 所下万人也没有一个叫好的安身立命之所 因而对项羽是十分的不满 齐王田荣 樊楚时曾经联络彭越造反 为此项羽曾令萧公角去攻伐他 结果失败 张良看到了在楚汉相征的两大营内对峙中 无所归属的彭越力量的重要性 建议汉王千方百戒争取彭越 此举对于改变流向双方实力的 列优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事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彭越归汉后 败为魏相国 带兵从后袭击储君 断其良道 牵制储君的兵力 汉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204年秋天 楚汉主力在行阳对垒决战 彭越成姬攻陷了 隋阳外皇等城十七座 把战火一直烧到项羽的后院 项羽命曹舅守城稿 自己带兵回击彭越 汉军又成姬消灭了曹舅 在刘邦的战局中 彭越宛如插在储备上的一把尖刀 使项羽首尾难顾 这就有力地配合了汉军在行阳主战场的战斗 下一支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 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相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张良谋划的指导下 一个内外联合共激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 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 使刘邦由被动而转为主动 由战略防御而转为战略进攻 千古梁府张良 第五集 汉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冬天 楚军为汉王于形阳 双方久战不绝 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 使汉军交通堵塞 楚梁告庆 行事十分的困难 刘邦固守孤城 朝不保夕 难以支撑局势 心情十分的焦急 面对这种危局 汉军队伍内部的各种主张 也就应运而生 纷纷亮相 历时期提出了一个对付楚军的办法 他认为 只要实行分封的得意 也就是复立六国之后 这六国的军臣百姓 便会赶待刘邦的功德 刘邦的力量 便会得到加强和壮大 就会出现陛下南向称霸的局面 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 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他的危害性 反而是拍好称赞 并命人克制玉玺 让利带王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刻 张良从外面返回 恶见刘邦 刘邦把此事告知 并向他请教此计得失如何 张良一听 惊问道 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呀 他沉痛地摇摇头 接着说 如果照此行事 陛下的大业就算完了 刘邦大吃一惊 慌忙问道 为什么呀 张良伸手从酒桌上拿起一双筷子 笔笔画画地陈述起来 原来历时期 是以历史上帝王的分封做法为依据 来劝说刘邦分封六国后裔的 张良根据智势不一道的观点 逐一论述了 立直主张的错误和危害 其一 往昔商汤周武王 罚夏洁殷商后 封其后代 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 还可以置其于死地的考虑 然而 如今刘邦能控制诸侯 并于必要时置其死地吗 其二 昔日周武王表彰先朝之忠良 意债蒋业鞭策本朝的臣民 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朝降纳畔 是京中尊贤的时候吗 其三 武王散前发力 是用敌国之积蓄 现汉王军须无浊 哪里还有能力救济积贫呢 其四 周武王把兵车改为城车 倒在兵器 已是不用 今陛下熬战正极 怎能效法呢 其五 过去 马放南山阳坡 牛西桃林阴下 是因转入生平年代 现激战不休 怎能言武修文呢 其六 天下游士 跟随汉王 是为了日夜盼望 得到咫尺之地 如果封完六国后人 各归其主 谁还有心情 帮助汉王 来打江山呢 其七 储君目前强大 六国软弱 必得屈从 怎么能向汉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 极其精妙 且切中要害 他看到 古今 十一 十一 因而得出 绝不能照抄照搬 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 况且 以往是天下大势稳定 而今 楚汉相争 胜负未决 分封六国 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 而被储君 逐个击破 其中 即或有强者出现 也会拥兵自立 绝不会陈属汉王 尤其重要的是 张良认为 封土刺绝 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讲章手段 赏给战争中有功之臣 应以鼓励天下将士 追随汉王 使分封成为一种 维系将士之心的 重要措施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还靠什么来激励将士 从而取得胜利呢 张良 借助剑祖分封 使刘邦恍然大悟 毛色顿开 以致措实图谱 大骂历时期 这个臭儒生 几乎就坏了老子的大事 然后下令 立即销毁 已经克制完成的 六国殷席 一个由于远见的政治谋略家 是从不拘泥于历史典籍的 不顾现实条件的不同 声般应讨 不会有好的结果 张良的分析透彻 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叫这先前 处心积虑的富含 是个思想认识上的飞跃 对于这一段 在我国政治思想史 占有一定地位的政治主张 后人是多有评论的 1700年后 名人李治 曾经情不自禁地赞叹为 快论 正当刘邦处于危困之际 韩信在北线 却是捷报频传 先后略定赵燕代朱棣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韩信的政治野心 也逐渐地膨胀起来 其地南有泰山天险 西有滔滔的黄河 地理位置是十分的鲜耀 其地方圆两千里 兵民百万之重 城池七十余座 天下十之有二 这样的一块肥肉 使韩信垂涎三尺 因而尽管他已获悉齐王 已被历时齐劝说降汉 还是发动了突然袭击 使齐王降汉不成 反喷死历时齐 而倒向了项羽 韩信的大军 击溃了楚国的援兵 攻占了齐国 便派人面臣刘邦 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刘邦一听便怒不可遏 当着信使的面斥责道 我久坤于此 日以盼望韩信前来相助 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 当时张良正坐在刘邦的身边 他对韩信此举也十分愤慨 但想到韩信的相辈 对楚汉两方举足轻重 如果为此事与韩信闹翻了 会给项羽造成可乘之急 这对危机中的刘邦 将构成严重的威胁 作为一个谋略家 在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下 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并且能够相机制宜 迅速应变 紧急中 张良忙用脚 轻轻踢了刘邦一下 富尔说道 汉城实力 大王有力量阻止韩信称王吗 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他 使其自首 否则将会产生意外之变 刘邦听完立即心领神会 感到前言有失 便话锋一转 防改口骂道 大丈夫积定诸侯 就要做个真王 何必要做假王 刘邦原本就爱骂人 这一骂不足为怪 快换解前后良宇 衔接不错 竟也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 刘邦遣张良 携印使其 张良 无故路途的原先 穿越了拳崖交错的战场 从行阳直达林斯 也就是今天 山东的中部 为韩信 受印册封 受印齐王 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 暂时妥协 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 居然就笼住了韩信 为汉军日后十面埋伏 击毙项羽 做了组织准备 事实证明了张良计谋的正确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 项羽在行阳前线 围攻刘邦 纠战不下 自私 无法对付侧义的韩信 便企图利用与之有故的关系 派说客武社 前去劝降 但韩信 权衡利弊 感到从楚冠 不过郎中 为不过侄己 且项羽对自己 言不听 计不从 而汉王 却封自己为其王 数好数坏 竟未分明 于是 韩信 回绝了项羽的策盘诱惑 韩信手下 宽通 也曾煽动韩信 三分天下 顶足而居 韩信曾表示 武将念之 但忠阴 汉将不夺我旗 而没有背弃流亡 当时 武社 宽通 都十分清楚地 向韩信表明过 当今 两主之命 悬于足下 足下 为汉 则汉胜 于楚 则处胜 这充分表明 张良 劝封 韩信 对挫败项羽的 优强阴谋 保证楚汉战争的胜利 具有 举足轻重的 战略意义 千古梁府 张良 第六集 楚汉的主力 在行阳一带 进行持久的拉锯战 虽然一时难分胜负 但韩信 彭越 在齐梁两地 袭击储君 使项羽 受到了很大的牵制 再加上刘邦 用张良之谋 加封英部 为淮南王 使之 公然 判处相悍 这样 久而久之 汉军 逐渐强盛 而储君 却兵疲良绝 终于使项羽 被迫在汉 四年八月 送回了 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 楚汉双方签订了 并存合约 及历史上有名的 鸿沟议和 双方商定 以鸿沟为界 中分天下 东归楚 西归汉 这项议和 表示项羽的强大优势 已经发生了倾斜 九月 项羽从主战场东撤 刘邦也欲引兵反西 在此重大的转折之际 如果把握住形势的变化 是至为重要 深谋远虑的张良 看出了项羽 师道寡助 父辈受敌 捉襟见肘的处境 便与陈平同见汉王 汉王啊 如今 汉拒天下 三分有二啊 此时正是消灭楚军的 有利时机 必须要穷追猛打 趁机灭楚啊 否则 放虎归山 必将 后患无穷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 亲率大军 回阁向东 追击楚军 并且派人去约会 韩信 彭越 何为项羽 汉武年 也就是公元前 二百零二年的冬天 刘邦 追击楚军 至顾陵 也就是如今的 河南太康 却遭败北 他躲在顾陵的壁垒中 因始终不见韩信 彭越的援军 心情是十分焦躁 于是 他便问张良说 他们 为什么不来建议 作为一个谋略家 张良 始终关注着 政治舞台上 主角们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对于 他们内心深处的 隐秘世界 更是竭力地 进行探索和分析 韩彭二将 未能及时前来参战 其原因 他已经十分清楚了 而且 对应之策 已经思谋成熟 便回答说 楚冰即将灭亡 韩信彭越 虽以授封为王 但是 没有确定的疆界 大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 他们便会马上前来持援 否则 最终成败 尚不可知 汉王 虽以张良之际 把陈州之东 直到海边的地盘 划给了齐王 把虽阳以北 直到古城的地盘 划封给梁王 结果 两个月后 韩彭果然是派兵来源 汉武年十二月 各路兵马 汇集海下 也就是今天 安徽 武河县 陀河北岸 韩信 用十面埋伏之计 围困楚军 张良 用四面楚歌之计 瓦解敌兵的士气 终于就打败了项羽 破旗 乌江自吻 长达四年之久的 楚汉战争 以刘邦的全胜 而告结束 国击出殿 定都何处 将对西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初 刘邦打算定都洛阳 其左右 多为六国旧人 他们也认为 东周都洛阳 绵延几百年 而秦都关中 却二世而亡 上上下下 几乎一致认定 定都洛阳 是最佳之选择 这时 其地不移之事 吕靖远道而来 扣见了汉高祖流亡 其里的主张 建都于关中 汉高祖询问张良 张良赞誉楼靖的 真知灼见 并为汉高祖 从各方面精辟地 分析了建都关中的意义 从军事上看 洛阳虽然四周 有城岗 小山 免池 黄河 洛水 之山河险阻 但地处中原 容易四面受敌 并非用武之地 关中 东有窑关 寒谷关 可作为屏障 西游拢山 属水 相依为靠 富山带河 比洛阳 是更为险要 如恶守关中 三个方面 而独以一方 控制诸侯 其是 如高建林 足可以成为 能攻能守 之战略要地 从经济上看 洛阳方圆数百 中间狭小 土地贫瘠 而关中 卧野千里 难得巴蜀之富饶 北韩湖人 风貌之墓地 诸侯安定时 可利用黄河渭水 运送物资 新济于京师 诸侯叛变时 可顺流东下 运送军需到东方 关中对西汉王朝来说 可谓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 张良的分析 全面而深刻 假之素负众望 又深得刘邦的信赖 因而 汉高祖决定 建都关中 千古良府 张良 第七集 汉六年 公元前 二百零一年正月 汉高祖刘邦 抛福分封 有功之臣 二十多人 未被分封之人 议论纷纷 争功不休 每天都有人在朝廷 三五成群的 窃窃私语 一日 汉高祖 从洛阳南宫 看到这种情景 盲问张良说 朱江议论何事 张良故作为言 陛下不知道吗 他们想谋反啊 刘邦听完 惊恶不止 盲问 天下刚刚安定 他们为什么要谋反呢 张良对约 陛下出身平民 和他们一起打天下 现在 您做了皇帝 所封赏的 都是自己的 顾旧亲信 所杀的 都是平时 自己的仇人 他们担心得不到封赏 反而因平时的过错 而被杀害啊 所以才相聚一起 抑郁谋反 国籍出殿 需要安定团结 人心动荡 不是祥赵 刘邦阴问 那如何办啊 张良禁言道 陛下平时最恨的 且为群臣共知者 是谁啊 刘邦说 拥齿 与我有救援 几次三番 因辱过我 我早就想杀他 只因其功多 不忍下手啊 张良就赶忙建议说 请大王 速封拥齿啊 以示群臣 则人人可以自安了 刘邦从大局出发 果断的采纳了张良的提议 封雍齿为十方侯 然后敦促丞相 于是尽快寄攻封赏诸将 诸将见雍齿都能被封 都很高兴 人心浮动的现象 再也看不到了 张良略施小记 不仅纠正了刘邦 任人为亲 逊思行赏的弊端 而且轻而易举的 缓和了矛盾 收服了人心 稳定了大局 这种安一筹 而今重心的权术 急受后世政客的欣赏 高祖封侯 因张良 一直随军谋划 功高盖世 和高祖便让其 自责其地 三万户为封一 那时连年战争 人口瑞减 梁是齐雪 齐帝素以富饶著称 对于困难重重 历过不久的汉朝来说 齐帝的三万户 是个极为丰厚的事路 然而张良 却宛然谢绝了刘邦的后赐 只选个万户左右的刘县 授封为刘侯 张良致荣历 而弹指明哲保身 用心可谓良苦 西汉建国后 张良曾悉心研究军事 整理了春秋以来的 182种军事著作 编刺了汉初传世的各类兵书 并根据自己的实践 删取要用 定住35家 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弘扬和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 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 其中的清闸和增斗也是相当复杂而激烈的 如果稍有不慎 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卷进漩涡而被吞没 在这种残酷的皇室斗争中 张良也显出了他过人之处 他实行巧计不见亲之策 实乃金蝉脱鞘之法 汉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197年 高祖遇费吕后之子太子盈 改立其夫人之子赵王如意 遭到众大臣的反对 而没有结果 吕后让其哥哥建成侯吕泽 强劫张良 令其谋划 张良无奈只好说出了心里话 起初皇帝恕在困围之中 信用陈策 今天下安定 皇帝以其好恶 义太子 骨肉之金 虽陈腾百余人合一 吕泽再三威逼出策 张良只好受益 迎请商山士号为太子于义 汉十二年的一天 刘邦设宴 太子盈跪在身边侍候 忽见四位须眉浩白 一观楚楚的老人 跪在太子身后 这就是高祖仰慕已久 而屡求不应的四位隐士 宴后 刘邦指着四翁 无可奈何地对齐夫人说 我想换太子啊 可是这四个人辅佐他 语意已成难动了 此后张良 渡门谢客 辞病不朝 假托神道 其实这是张良 明哲保身 良苦用心的 一种高明的顿词 汉会第六年 公元前一百八十五年下 张良病逝于长安 誓约文成侯 公元前二百零一年 登上了皇位的刘邦 加封功臣 张良作为文臣 而没有战功 汉高祖刘邦 却胜赞说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此防功也 纵观张良的一生 特别是他在辅佐刘邦 创立西汉王朝的过程中 私谋深远 积极务实 气度宽宏 审时夺势 因时制宜 良策迭出 妙计全涌 堪称千古良福 智慧的化身 就是在建功立业之后 他也能巧妙地 卧旋于 王七贵族之间 不但明哲保身 而且潜心 著书立说 彪柄青史 成为我国古代 谋略家行列中的 佼佼者 为后世所敬仰赞颂 优优独播剧场